男人一口气喝了99瓶水 可他仍然觉得渴 同事还想上前询问他怎么回事 可却被他一把推倒 他连滚带爬的一头 跳到河里喝了一个爽歪歪 刁毛健壮赶紧上河里救他 可等他被翻过来时 他已经变成了一具没有水分的干尸 看到这一幕 众人被吓得瑟瑟发抖 很快警方就封锁了这片河流 并安排了大壮对此案件展开调查 可就当大壮赶来时 却被村民无情赶走 因为一旦这里被封锁 村子就失去了经济来源 而这里是当地的旅游圣地 无奈大壮只好在车子里将就休息一晚 可等到次日 大壮一觉醒来时直接惊呆了 他发现河里已经固满了几百具尸体 这件事情很快引起了警方高度重视 就在警方紧张有序地处理尸体时 大壮又接到了一项任务 一个女人被活活淹死在了家里的浴缸 等到大壮赶到时 他直接背下的亚妈呆住了 死者的周围竟然出现了很多长长的虫子 经过科学家诊断 这些虫子学名为铁线虫 只要一旦吸入体内 受感染者就会时常感到饥饿 等到虫子到了产卵期 人体就会感到口渴 等渴得受不了的时候 也就是生命到终点之时 而此时 年轻漂亮的翠花发现 死者在生前都有在同一片水域玩耍的经历 经过调查 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了一个沙滩 大壮听后被吓得赶紧跑回了家 因为他的家人前两天也去过那个沙滩玩耍 女人看着水龙头喷出来的自来水 一头就扎到了水池里 尽管丈夫拼命阻止 可这丝毫都没什么卵用 而此时的小儿子也在拼命地喝水 女儿也敲打着玻璃说口渴 没多久 女人就拼命地冲向房门 试图去寻找更大的水源 好在男人不是一般人 扑手把一家人死死缠住 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让人不知道的是 此时医院里的人 也都开始为抢夺水资源而发疯 所有人犹如丧尸一般疯狂跳河 甚至有的人还跳入了水箱 仅仅一个晚上 城市中铁献虫致死的人 就已经达到了几千人 河流中到处都是漂浮的尸体 为了不让悲剧的事情继续发生 医院及时建立了隔离区 让一些有口渴症状的人 集中在隔离点治疗 可让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病毒是会传染的 如果一旦感染者大爆发 局面将会一发不可收拾 就当所有人对此事不知所措之时 有一个患者声称自己吃了某区虫药后 身体竟然奇迹般的痊愈 现在吃什么都想 得知他吃了某制药厂的药物后 所有人开始疯狂 来药店抢夺资源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政府出面要求制药厂 加大剂量的生产药物 可制药厂此时却以制作原料 不足为借口 让政府高价收购他的制药厂 就当事情一筹莫展之时 感染区患者的肚子 纷纷开始疼痛男人起来 女人抱起桶装水 就开始拼命地喝 此时的她好渴 因为她的体内感染了铁线虫 感染者会拼命地喝水 甚至有的人因为口渴 直接跳到了河里 可怕的是 阻止了她的行为 大姐拼命呼喊 让她醒醒 直到看到自己的孩子在旁边哭 女人才停止疯狂喝水的行为 此时隔壁区里的感染者身体 也都开始疼痛男人起来 甚至有些感染铁线虫 开始暴底而忘 身为警察的大壮 为了不让孩子们从小就没有妈妈 二话不说就来到了制药厂的仓库 结果竟然发现仓库里 竟然囤积了一仓库的特效药 原来这场感染的源头 就出在制药厂 一切都是制药厂的幕后操控者 为了利益 就当大壮认为 所有人都有救了时 一把大火突然出现 当场把所有药品烧成渣渣灰 这一刻大壮绝望 因为他的家人和老婆 还在等他治病 而他却做不了什么 就当大壮接到儿子的告别电话时 大壮心里突然想到了什么 那就是原料 只要找到研制特效药的原料 他就能救下所有人 来不及多想 他二话不说 就把车开到了制药厂的仓库 在这里成功发现了原料 就当他一桶桶的爆起原料 准备搬到车上时 一群制药厂员工突然拦在了门口 原来 他们也早就发现了制药厂的阴谋 随着大家伙把原料搬上车 药品开始大规模的快速生产 一场铁线虫危机 也在这时彻底结束了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